今天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署长穆飞文 简称社关署 对,社关署,没错 社关署和社福是没关系的 很多人昨天不熟联署不同部门 真的会乱势大龙 穆飞文简单来说,他都不知道 牛腩鱼弹成为有利益 看到报告才知道 简单说了一句 东西加了汤,显明签名 基本上就可以出街了 规矩是这样的 尤其他的社区关系署长 你想想,这个职位也是保护 希望联署的品牌令市民对这个品牌是好的 社区对联署这个品牌 或者社区与联署的关联 是的,觉得是好东西来的 很廉洁的,守住香港的 但是昨天你看到他的态度呢 是说,所有东西都是汤显明 但是汤显明,大家都知道他都是前的专员 暂时来说,就是说联署之前应该做得不好 他跟联署之间的割席 觉得是很快的 就是没有了那个连结 喂,跟他disconnect了 不要关我事的 全部都是我不知道的 鱼打牛腩我不知道 感觉上好像他那个东西 没有什么效力了 虽然我觉得就... 老实说,我觉得他在一个防守的对打里面 其实他算表现得不错的了 但是呢,如果你说作为一个社区关系的推广方面 是的 就真的很失败 是很差的 再加上呢 其实你刚才说过 他是有权可以阻阻汤显明的 不过去提醒他吧 现在他不单止在某些情况没有阻阻 还被人们发现他譬如 没有用到某一些表格 或者在某些程序上可能有脱漏 虽然他不是文责官员 但是其实在很多西方国家 包括英国 很多时候就算公务员 他觉得自己是那个部门的一个disgrace 就是... 羞辱就未到的 令到他蒙羞 令到他的部门蒙羞 他都会辞职的了 没错 所以呢 为什么人家的问责制 是可以这么完善呢 就是... 因为他连那些不用辞职的人 都会因为为了保住制度 和机构 即使他是公务员 即使他不需要辞职 他都会辞的嘛 因为他明白我作为制度的一份子 我有责任去保 连这些人都辞的时候 你上面那些应该问责应该辞的那些 怎样敢不辞啊 一问到尾就辞的 他们就是一问到尾就辞的嘛 人家的制度就是这样的 连不用辞的那些都会说 我令到警队蒙羞 我令到部门蒙羞 所以我现在已经提了辞职信了 然后上面可能没一段时间 都是会解释他的 或者都是接受他的辞职的 你说穆飞文 虽然他不是问责官员 但是他有没有令 联署蒙羞呢 在你的说法就是 你9月13号 那一集A1解困 8分11秒开始 已经说他已经联署蒙羞了 现在他想了这么久 都还是用死撑的态度 其实是再一次 令联署蒙羞 兼伤了社区关系 如果他昨天不是用这种态度 他索性不出声 索性不挡 正是对不起 或者我 这件事令公众失望 所以我已经和白专员 申请了请辞的了 我想昨天立法会 没有人有位子敢进去 没有人进去 而他兼且保了联署 和社区的关系 现在又不单没有 还破了那道戏 你昨天出了镜是更坏的 兼给立法会议员表演 是不是 其实他们很乐意你这样做的 你明不明白 香港的政客专业在哪里 知道其实他真的未必需要有大食带 其实昨天八万六起到的 他也不是有大食带 也不打八万六 打你木飞文 其实看到就是 因为你好玩嘛 你好玩 他就和你多多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有时候好战 或者是 越是拗牌 越是熟情绪 你会看到 在这些环境 就反而会出事了